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一定很好奇他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判断呢 因为他说中国拥有三样东西 一个儒家文明 儒家文化 第二个大乘佛教 第三个包容天下的天涯主义 这些东西是中国最擅长的 也是一般西方国家包括所谓美国最缺乏的 所以他因此对于中国的未来 对人类的未来寄希望于中国 他甚至下面讲了三句话 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 20世纪是美国世纪 大家都已经应验了 21世纪是中国世纪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中国知识的概念 视频大赛金希望你喜欢 下周同学生再会 再会